尔东生和38岁的圈外女友罗小文结束长达九年的恋爱长跑 如愿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尔东生要求丁克 喜欢小孩的罗小文为了丈夫无条件妥协 然而九年后 尔东生对罗小文说道 对不起 我想要个孩子 如今你却没法为我生了 我只好找别人给我传宗接代 尔东生出生于野艺世家 他父亲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和导演 母亲红卫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 而尔东生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勤佩 江大卫都是香港邵氏的著名演员 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尔东生也对导演情有独钟 当时他的家人安排他出国留学 可此时的他正和初恋女友于安安处于热恋之中 多年后 尔东生回忆道 认识于安安的时候我才16岁 他14岁 当时正热恋中 想要拆散我们 不可能的 束手无策的家人也只好遵从他的想法 两人同时签约邵氏 出演了邵氏制作的武侠片 《三少爷的剑和多情剑客无情剑》 两人戏内情色和名 戏外恩爱缠绵 简直献杀旁人 一度成为圈内公认的金童玉女 大家都以为两人会携手多过余生 不曾想却传来分手的消息 与安安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一直都渴望家庭的温暖 尔东生不想被婚姻束缚 俗话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与安安恢复单身后便结识周润发 两人相识几个月后便火速步入婚姻殿堂 仓促而草率的婚姻 注定走不长远 仅仅维持九个月就分道扬镳 而潇洒风流的尔东生身边 从不缺乏女人 没过多久 她就结识了张曼玉 当时年仅19岁的张曼玉 一举夺得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亚军和最上进小姐奖 由此踏足娱乐圈 当时张曼玉获得港姐亚军时 尔东生曾一脸嫌弃说道 这么丑的女孩都能获得港姐亚军 然而缘分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在张曼玉过生日的时候 陈百强带着尔东生 张学有出席 当时的张曼玉正处于单身状态 陈百强见状便把尔东生介绍给她 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竟然擦出爱情的火花 在这段感情中 张曼玉总是付出的那一方 她爱得非常卑微 卑微到尘埃中 即使如此换来 却是尔东生的嫌弃 为了获得尔东生更多的爱 张曼玉不惜将自己的标志性虎牙给拔掉 当时尔东生并不想将 两人之间的恋情公布于众 有一次 张曼玉的闺蜜钟楚红不小心将两人之间的恋爱透露给媒体 张曼玉怕公开恋情惹恼尔东生 不惜和交往多年的好闺蜜断交 可惜张曼玉的飞蛾扑火 定没能换来尔东生的珍惜和爱护 尔东生是一个非常大男人主义的人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时常忽视他人的感受 很少考虑张曼玉想要的是什么 也不愿意为了张曼玉做出让步和改变 最后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三年变宣告结束 当时张曼玉的朋友都觉得尔东生就是在玩弄感情 认为尔东生就是渣男 只玩不负责 张曼玉对子说道 即使他最爱的是赛车不是我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在跑道上驰骋 每次都叫他不要玩了 他总是以最后一次为借口敷衍我 多年后 每谈起这段感情 尔东生却说 和张曼玉分手是一种解脱 尔东生虽说在感情方面有点渣 但在拍戏方面丝毫不含糊 1993年 尔东生靠着爱情电影心不了情 获得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等六项奖项 也因为这部电影 一向追求单身的尔东生 竟然萌生了结婚的念头 1995年 他便和圈外女友王瑞霞步入婚姻殿堂 可这段婚姻仅仅维持半年就分道扬镳 对于离婚原因重说纷纭 有人说尔东生太大男人主义 控制欲太强 他既想要女人温柔 又要女人独立 既想要妻子世事都听他的话 又想要他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 也有人说 作为圈外人士王瑞霞玩不过尔东生 接受不了尔东生的化编新闻 离婚后 尔东生抑郁了一段时间 时间和新换一项都是疗伤的最好方式 尔东生也非常深知这个道理 1999年 尔东生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 比自己小时三岁的幼儿园老师罗小文 对于人到中年的尔东生来说 罗小文恩婉大方 确实是妻子的最佳人选 1999年 51岁的尔东生爱上38岁的罗小文 据说尔东生的理想结婚对象只有两个要求 一个要求年轻漂亮 另外一个就是情史干净 最好是圈外人士 而罗小文作为幼儿园老师 年轻貌美 性格温和 尔东生感觉和他在一起非常舒服 很厚 尔东生还要求罗小文丁克 他表示 年轻的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但是人到中年 反而很害怕有小孩 觉得责任太大了 我和妻子已经有默契 宁愿不生 两人也一直坚守承诺 一直都没有孩子 此时的罗小文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初说好一起丁克到老 结果尔东生竟然背着他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生了娃 2018年 尔东生和罗小文也被爆婚变 眼看绯闻越传越烈 他只好站出来辟谣 就在大家以为两人婚变时 尔东生直接宣布 自己与妻子罗小文早在2017年就离婚 并且还与交往两年的神秘女友生了孩子 如今女儿已经两岁了 还说自己会将亿万身家都留给女儿 如果按照这样的时间线算的话 尔东生就是婚内出轨 当初尔东生要求罗小文丁克 没有想到丁克的意思竟然是 我不想和你生娃 我要和其他女人生娃 明明说好丁克到老 你却偷偷和别人生娃 意识之间尔东生被推上风口浪尖 网友纷纷指责他是渣男 就知道祸害各种良家妇女 严而无信 罗小文为了尔东生浪费了17年青春 最后却落得离婚收场 回看尔东生的一生 他塑造了不少经典的爱情电影 而他的感情生活也给网友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俗话说 自古才子多风流 原来都是有迹可循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